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近日诚意正在拍摄的古装剧《富山海》突发意外摔到台阶上 引发粉丝关注 事情是103日发生的 大家都在过节放假时 诚意正在拍摄《富山海》 而网上视频显示 当时正在拍摄一场吊威亚的打戏 正拍到诚意飞起准备降落的时候 疑似工作人员失误 诚意在下落过程中不慎摔倒了坚硬的石阶上 视频能看到诚意反应迅速地用手抵挡了部分伤害 摔倒后 工作人员都围上来了 诚意怕大家担心 迅速站起来了 站起来后应该是手掌撑得受到了点伤 一直在甩手 难怪有细心的粉丝发现他的手掌虎口触像是有一块淤青 当时诚意拍戏的地方有很多粉丝围观 事发后粉丝都表示心疼 担心诚意的安全 其工作室随后不久发布了声明 称诚意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也了解了详细情况 他目前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希望粉丝们放心 后续会加强安全措施 有粉丝反馈说 当时诚意依然坚持完成了后面的拍摄 四日凌晨两点多才收工的 也就是今天凌晨 很多粉丝都等到他下班 确实是非常敬业 粉丝绝对是真爱了 另外据报道 富山海剧组之前有女演员黄日盈在六月的时候也受伤了 而且是在参加剧组武术训练时意外受伤的 好致脸上缝了七针 而此前富山海另一位演员网名秋风的网红意外发生车祸 戏都没拍完 好像这个剧组意外有点多 不过有网友指出 秋风的意外不是在剧组发生的 不管是不是剧组有点不太平 剧组的安全问题还是要多加留意 所以说演员受伤 特别是动作戏受伤概率比较大 但意外能避免尽量避免 针对此事 网友也是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诚意很敬业 打戏拍的很多 希望剧组加强安全方面的保障 诚意受伤不是第一次了 希望多多注意他的安全 贝亚出问题不是第一次了 安全五小事 诚意受伤后坚持拍到次日凌晨两点多 拍摄时长高达17个小时 粉丝认为公司疑似压榨他 诚意近些年很多剧都有受过伤 粉丝希望他以后能平平安安的 微博有侧面镜头 疑似是工作人员拉威亚的方向不对 还导致诚意摔倒了 诚意摔倒后 一马爬起来 被其他人着想 以拍摄进度为先 很敬业 很难得 也在最后看到诚意多次拍戏受伤 却并未拿受伤说事的时候 忽然想到之前有个流量 好像还不是很红的 好像是手破皮了 结果在那里大叫 周围的人都围着关心 还说要去医院 待人还在打造那种带伤坚持的人设 好像还大肆宣传 结果大家根本不买账 毕竟一个小破皮 大家不傻 而两相一对比 诚意真的很难得 毕竟他从来没有拿受伤说事 这放在现金内余 真的挺难得的 大家觉得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